每天輕鬆賺錢 不需要每天盯盤 不管你有沒有經驗 都能夠跟著賺錢 現股當沖 輕鬆學 投資已掉本金嗎 不用五本當沖 讓你五本金翻身 五本金同資Online 快速簡單選股 操盤關鍵命絕 讓你一夜致富 如果你看到這些廣告 或你朋友正在講這些話 你如果想要投入股票當沖 或你的朋友正在操作 你都應該給他看看這支影片 那為什麼會拍這支影片呢 是因為我有一天上班的時候 我公司電話就一直響 接線的同仁呢 就說我們公司的某某同事 股票交割金不夠要違約了 我想說詐騙電話吧 我那個同事窮到差點賣屁股那種 常常跟公司預支薪水 怎麼可能買股票 我就叫他掛掉詐騙電話 後來對方又打來了 說是某某證交所 真的不是詐騙電話 叫我可以打回去 看看是不是真的 他說我同事的帳戶金額不夠 帳戶再不補錢 就要違約了 其實我當時很傻眼 然後我也聯絡不上那位同事 那交易員就說 還是我可以先幫他補錢一下 就幾千塊而已 那大家猜 我沒有補錢 這個等一下再說 那我從這邊呢 看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因為我的同事呢 一直都是屬於經濟不佳的 情況的那種同事 他竟然會玩股票 還用當沖 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那我先介紹一下當沖 那為了活弱股市的交易量呢 2014年政府開放投資人 現股當沖 投資人呢 可以在一天之內 用同一個賬戶先買再賣 或先賣再買同一檔股票 或相同數量股票 兩天之後呢 投資人就可以 買賣衝銷的差額 進行款項交割 簡單來說呢 就是不用先拿錢出來 當天就可以買賣股票 賺差價 是不是很爽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待這些事情 這一兩年呢 不管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是大環境的關係 大量的年輕人投入股市 正在改寫台灣股市的生態 這一波台股熱呢 也正在改寫 許多台灣年輕人命運 在這一波行情之前 其實呢 台股是沒有那麼多 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的 但是這一年多呢 大批的年輕人 因為社群媒體的集結 或是網路意見領袖的號召之下 一個一個把錢搬到股市裡頭 台灣近來呢 每天呢 都有兩千多億的當衝 那主力呢 大部分應該都是我們年輕人 因為當衝不像期貨 不像選擇錢 還要繳保證金 看起來是五本生意 好像一種預購的概念 很適合我們這種年輕族群 口袋不深 追逐高報酬的胃口 那今年五月呢 台股平均每日當衝戶數呢 已經來到二十萬戶 已經創效二零一四年 開放線股當衝的新高 那我也會聽到生兵一些朋友 他們在玩當衝 每天賺進本金的一%到5% 注意哦 是每天 等於是年化報酬 可以做到365%到1825% 怎麼那麼好賺 有些人就是用手機玩一玩 好像打手遊一樣 因為有一些人呢 可能組建一些 專業的操牌電腦 或操盤式 買很多輔助外掛軟體 協助看盤 協助下單 也會組成一些團體 或LINE的群組 在瘋狂討論 很多人玩到廢寢忘食 也很多人玩到榮光煥發 認為自己馬上就要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當衝違約的可怕真相 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事實上呢 有許多的專業經理人的認知 靠當衝能夠賺到錢的人呢 而當衝這個交易盛行呢 也讓這個違約交割的問題 日漸嚴重 據統計 今年券商申報 投資人股票買賣 違約的金額 1月份 5.74億 2月份 2億 3月份 4.26億 4月份 4.76億 但到5月份的時候 飆升到 14.12億 6月份 更達到 17.2億 這是違約金額 那違約的金額呢 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違約交割個股呢 都是集中在 最近很熱門的 航海王 長榮 陽明 中虹 萬海等 這些海運股 所以違約交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 以當衝違約比例最高 然後違約交割最容易發生的 就是當天跌停的個股上 舉例 假設今天當衝長榮 它的價格在200元的時候 買近10張 這時候不用拿出任何本金 結果長榮呢 一買下去 就被打進跌停所使的狀況 一直到收盤 都賣不掉 那這個時候投資人呢 就要在2日之後呢 補上虧損金額20萬 而且 不含手續費 就是說這個虧損金20萬 還要再加上手續費喔 拿不出來 就違約 事實上當衝的難度很高 因為你要在4個半小時內 完成買賣 控管資金 計算停損 初學者 真的適合這樣來做投資嗎 當違約發生的時候 券商會先跟客戶協調 討論怎麼還錢 如果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券商的法務部 就會向法院申請 扣押違約部的名下的財產 或扣押他每個月部分的薪資 分期去貪還這個違約交割金額 直到清查 此外呢 同步也會通報聯合徵信 掛上信用不良的記錄 你知道你要是信用不良 之後要跟銀行往來 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很多小資族 年輕人上班族不懂 在金融界信用破產的嚴重性 未來你要是要買賣股票 房貸車貸信貸等 都會變得極其困難 大家如果知道有錢人 是怎麼變有錢的 大部分都知道信用破產的嚴重 很多有錢人 都是去銀行 把別人的錢借出來 然後再 去做操作 去買房 甚至呢 買房也是用房貸 然後也會用信貸 當你信用破產之後 你這輩子差不多 就毀了 那券商的法務部呢 通常都很強悍喔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 原則上打官司 違約戶一定吃虧 所以大部分的投資人 都會想盡辦法來籌錯這筆錢 除此之外 投資人還要繳交一筆 高達7%的違約金給券商 這筆罰款不是違約交割金額的7% 而是當天成交金額的7% 這非常可怕 曾經有投資客 違約交割金 加罰款繳不出來 拿房子做抵押 最後全部賠掉 除了民事上的問題 可能還會有刑事上的責任 如果投資人呢 他違約交割金額 交易量 或者是交易比重 綜合判斷之後 足以影響這個股市的市場秩序 那投資人可能會違反證交法 第155條的刑事責任 會可能會被警察官起訴 會有3到10年的刑事責任 還會併科罰金 1000萬以上 2億以下的罰金 這個訊息內容是這樣的 請各位投資公司的經理 留意客戶的風險 為什麼會講這段話 因為就在今年 有證券公司內部的群組 出現這則訊息 有一個客戶呢 因為違約交割 走上絕路 那由於呢 這個投資的人 跟多家券商往來 實際的財務狀況 券商是不清楚的 只聽說有這個詞事 就草草帶過 那經管會也沒有辦法詢問到真相 這個券商不是特例喔 在去年 有另外一間券商 有一個投資客在裡頭開戶 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 因為喜歡做當充 他半年已經賠了100多萬 他依舊信念堅強 開盤放空 最後被軋空慘賠 最後一把又賠了24萬 贏了投資那位客戶股管 才知道他已經跳樓了 所以券商不像保險 銀行有保單跟貸款歸戶 券商呢 不會知道客戶財務的全貌 依法也不需要向金管會通報 所以券商也否認這件事情 那金管會也沒有收到通知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有在內部運營的一些營業員 或者是比較深入在玩當充的人 其實都有聽過這則訊息 那我拍這支影片 主要是要拍給那些一頭熱的年輕人們 當充是一種短線的投資操作 而投資操作只要越短線 難度就會越高 不要再傻傻的相信無本當充好簡單 我如果手上有資金可以交割 透過資金的分配 我輕鬆就可以打敗當充的人 更換玩股票 要懂籌碼面 基本面 技術面 自我心理層面 散戶心理面 法人心理面 風險控管 登登登登登登 一大堆 所以你真的確定你自己有準備好了嗎 當然我身邊有很多操盤手 他們是有賺到錢的 住豪宅 開民車那種 但是他們大部分都是全職在做 因為或者是他們玩的都是一些 他們非常承擔得起的金額 還記得我說前面當充很多人他們做到 每天有1-5%的報酬 年化利率有365%到1825%的報酬 但是這也代表當充可以讓你賠那麼多錢 他可以賺那麼多就可以賠那麼多 你真的好好想想 其實我身邊訪了很多高資產的族群 他們是不敢操作這一系列的金融產品的 他們比較反而能夠接受的是 零化利率5%到20%的產品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身上有上億資產的人只要5% 而身上只有幾千塊的人要幾百% 那我爸爸呢 也是一位股民 我感覺他的股票是沒賺到什麼錢 但他教我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的受用 本小利大利不大 本大利小利不小 那這句話的意思呢 就是說 投資最重要的還是本金 這個時候大家一定會吐槽 那就是沒有本啊 我出社會這麼久 在投資研究 我發現投資的兩個好朋友 你一定要記得他 一個叫做時間 一個叫負利 你應該有耐心的 花時間把本存出來 然後再找好的負利標的 花時間再做負利 我認為這是一般人相對比較簡單 而且容易獲利的一個方程式 我曾經就有一檔基金 我放了五六年 現在一回頭看 那光利息喔 就升了兩百多萬 哇 真的太神奇 我什麼事都沒做 就賺兩百多萬 那也希望呢 你能夠找到這個好的標的 用這個方程式來賺錢 之後我也會分享一些 我到底有一些什麼樣的標的 那片頭我有講 我的同事要違約了 其實我真的很生氣 我想給他一個教訓 就讓他違約就好了 這輩子都沒賺過什麼錢的人 怎麼會認為 會在這一次賺到錢 他也是聽他一群 有所好險 沒有什麼賺到什麼錢的朋友 在玩當中 聽一聽真的有夠愚蠢 很讓人生氣 要是他賺得到錢 要是他對的 他早就成功了 怎麼不會這樣想 但是我後來冷靜點想講 也不要因為我自己 意氣用事 害了這個同事一生 後來我還是幫他 墊繳了這個款項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能夠幫助到大家 分享給你正在一頭熱 想要玩當充的朋友 一起快樂賺錢 快樂花錢 我是Gentleman法帥 我們下次見 多謝 你 你是Gentleman